桃源市中烈辞在2号上午 举行了111年度秋季 桃源市长郑文灿也到场担任主机关 祭奠289位为了保护家园而牺牲奉献的英灵 桃源市长郑文灿也在这次时表示 郑列辞所供奉的英列 包含了抗日反共等官兵将士 以及近期因执行公务而不幸殉职的军警与消防人员 入口处大大的国火二字 彰显了他们的精神 希望民众缅怀他们舍身取义的英勇精神 每一年春秋两季我都会在忠烈池 向这个殉职的这个国君弟兄 或者是殉职的这个人员 保护国家保护人民 勇敢的牺牲生命 我想是把生命的价值放大 发光发亮成为另外一种大爱的典型 那每一年的追思 我们都非常的庄严隆重 而近来台海情势趋于紧张 曾文灿也呼吁民众要支持国军 更提升自己的防卫意识 同岛一命来捍卫家园 我想同岛一命 我们面对中国的威胁 我们必须要守住 自由民主的价值 守住台湾的安全 我想国军站在第一线 非常辛苦 我们全民要支持国军 另外也要有全民保护自己国家的意识 所以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防卫动员的演习 或者是有教育召集的活动 我相信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国家更安全 那面对这个威胁 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为了活化忠烈瓷空间 并记住当年这群英烈的故事 曾文灿也宣布 9月7号到9月9号的晚上 忠烈瓷将开办中一剧场 透过戏剧演出 让民众认识当年英烈们的历史 那忠烈瓷经过我多次整修 我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园区 那每年也举办各种活动 让大家感受到这里的氛围 那今年9月7号也会举行综艺剧场 那主要是希望能够把记忆留下来 希望能够让所有的这个市民能够了解 我们这个社会上 有许多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敢于奉献大爱牺牲生命的人 尽管受到台风轩蓝弄影像 现场飘弃小雨 不过家属与官兵面修人 起居一堂调宴默哀 台湾市长曾文灿也下台 与家属一一致意 免还当年英烈们为家园奉献的 无私情操 记得刘雨婷 台湾报道